缓缓从车上走下来 这是名媛孙云云的父亲 也是太平洋电信电缆公司前董事长孙道存 最后一次曝光在镜头前 是在去年11月因罹患恶性肿瘤等疾病获准保外就医 却在当月过世享受72岁 如今他的财产继承也备受外界瞩目 孙道存生前情史相当精彩 与第一任妻子没有小孩 之后离婚再取何念词 剩下孙盈盈 孙云云 孙志鸿三姐弟 后来也与女性延宁剩下两男一女 之后再婚嫩妻吴亦平 不过现在孙云云三姐弟也在爸爸病逝后 选择抛弃继承 与父亲生前的巨额负债划清界限 如果抛弃继承的话 照法律上的规定就是 你不能继承债权 你也不会继承债务 就是完全跟你无关 根据了解孙道存生前两件被酬长案 两岸一审分别判赔偷资人74.5亿元和1120万元 传送多年还没有定案 目前孙道存的遗孀和其他三名子女都还没有办理抛弃继承 如果预期未办理将以限定继承方式处理 等于说继承多少遗产就负担多少还债责任 当遗产花光时胜余负债就会一笔勾销 TVBS新闻华光宇宙佩宇台北采访报道